现在的自媒体真是害人不浅 谁在做媒体都想着搞剧本 没有谁在认认真真的 老老实实的本本分分的输出自己的价值 输出自己的良好行为 一个个的都在搞剧本 有些人火了以后 别人以为他是非常好的人 其实他在这个视频的背后 在生活里 有些人比普通人还烂还差 有些人还辱骂那些外卖小哥 我刚刚就刷到一个视频 别人还称他什么事 还称他是什么什么网红之类的 我真的是觉得现在网红 谁在背后都很糟糕 人品行为都很差 比不上老百姓 有些人甚至是 就做了不给大家看到而已 给大家看到的都是他想给你看到的 都是剧本 所以现在自媒体真的很多人看了都别太相信了 看看个娱乐就好了 也不要关注啥的关注也没用啊 是吧 你看他视频 一天天的你觉得他很有用 其实没那么有用 哎呀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做网红做自媒体都倒闭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他根本就没什么价值是吧 其实在背地里啥也不是比普通人还烂还差 比那些穷人还差多了去了 谁都是虚伪在自媒体 在视频的面前 谁都是虚伪的 都是策划出自己的内容而已的 都是在策划自己策划剧本 我呢就是没有搞策划自己的剧本 我没搞什么内容 所以呢我就火不起来 我现在一百多万粉丝照样没有流量 照样没有人看 就是因为我不搞剧本 我不搞那些让人一看就心痒痒的那种 我没有搞那些 哎呀 现在呀 我流量很低 我自媒体做不下去了 我也没打算要做那些剧本 因为做那些剧本我觉得断了自己的后路 是吧 像我这个没搞什么剧本 我就老老实实的拍我的日常生活 是吧 我这不算断自己的后路吧 虽然没流量 是吧 至少达不到到处都有人骂我 达不到我去街上都有人骂我 我还达不到那样子吧 是吧 我呢不算什么网红 虽然有一百多万的粉丝 不赚什么钱 所以呢别人呢 赚的盆满钵满 因为他们在搞剧本 哎呀 现在的视频呢也难搞 确实要本本分分的分享出不虚伪的内容也是很难搞 太难搞了 像我这种就很难搞了 你看我没有团队 没有什么公司 没有什么人来帮我打造人设 是吧 所以就很难搞 倒闭天天都是倒闭天天都是没钱 啊天天都是要去找工作的状态 我就是这样很迷茫的 和别人呢就不一样了 有人设 谁都有人设 谁呢都是 就是在镜头面前表现的很好而已 背后呢都是虚伪的 都是各种暴力啊 是吧 人品差啊 去别人店里面乱吼老板啊 乱打老婆啊 那种网红多了去了 真的 一大堆不如普通人 一大堆的网红 只是他们在搞剧本